HELLO 大家好,我是KAYAN 我今天有一點點感冒 所以就是錄起來的話可能會有一點鼻音 先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星期五那天去文博會的時候買的一些東西 那因為邦尼給的這個紙袋比較大 所以我那時候就邊買就邊塞進來 所以都在裡面 然後把它們一個一個拿出來 全部倒出來 然後我這次 這邊是空的沒了 我這次有給自己設一個算目標吧 就是購買的金額 就是我希望是小於五百塊的 因為我最近就是 要出去玩 所以手頭有一點點吃緊 那我就照這邊的順序 一個一個來介紹 第一個是這個 一個韓國的畫 算是插畫家吧 這個它去年也有來展 然後我那時候有看到 可是因為我太晚去了 去年就已經賣剩美什麼東西 然後今年也是 就是我想買它有一個 有點像貼紙冊的東西 但它也是sold out 然後我就看這個貼紙還有 所以我就買了一包這個貼紙 然後價錢的話 我印象中是90塊錢 我這次買的東西呢 其實應該全部都是貼紙 就是紙膠袋的話 因為我覺得我真的太 就是也不算太多 就是最近就比較覺得還好 有點懶得撿 所以我就沒有再買紙膠袋了 那這個的話 它是說 裡面有十張 然後我那時候有問它 有沒有內容物的就是sample 然後它是說 它只有回答我說 裡面十張都不一樣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吧 首先是它的這個 算是它這個人物吧 應該是雲朵造型 欸好可愛喔 這個 這個我不確定是哪一個方向才是正確的 有人知道可以救我一下嗎 這個 然後這邊這樣 這樣 總共是十張 然後有大有小 它其實大張給的還蠻多的 我覺得算是很有誠意 然後很可愛 它就是我想買的貼紙包 然後就是同樣這個造型的人物 然後只是它是做成那種 就是一張貼紙 就是壓 切磨貼紙 是這樣講嗎 就是 就是有點像這種貼紙的那個樣子 然後這裡有十張 我覺得很可愛 我之後也是拿來會貼手匠的時候用 再來第二樣是 曼蒂的 曼蒂 這個是曼蒂 它好像 就是你follow它的instagram的話 就會送你一張很可愛的小貼紙 然後我是買了這一包水果貼 這水果貼它有出紙膠帶 那紙膠帶的話 我有點忘記是 是不是1.5公分寬 反正就是圖案稍微小一點 然後我覺得因為很可愛 我不想要它那麼小 所以 雖然紙膠帶可以有比較多 但是我覺得大的比較可愛 所以我就買它的這個貼紙 那曼蒂的話 它的攤位上有它 所有貼紙的sample 然後像這一組 一開始它這樣放著的時候 我其實沒什麼感覺 但我就翻它的那個sample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動物也太可愛了吧 就是 那時候有想到 RUAL的動物 就是 不是動物 RUAL水果 然後就像這個 這個我其實買到現在還沒有開 我就是想到我這一卷 到現在還沒有開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我還是買貼紙好了 紙膠帶我已經有 就是之前這個類似款了 是長這樣子 好 那它的貼紙是這樣 也是10張 然後它的表情都一樣 這表情真的是 我覺得看得超級無敵討喜的 然後我覺得好可愛喔 我就買了 然後它有跟我說 就是它們紙膠帶上面的 就是水果的款式 跟貼紙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可能就是差兩三種這樣子 然後就比較小一點 那我還是喜歡水果 這種大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另外我覺得它的這個 就是襯在最後面的這個紙很可愛 然後這樣放著 看起來就是加分 讚 好 然後這是第二樣 接下來是 接下來是 這個 就是 邦尼的貼紙 邦尼的作品 它其實在 Instagram上都有 之前就有先透露 然後我們那時候看到這個 我就覺得真的太可愛了 我要買 而且我覺得它的東西很便宜 啊 補充 剛剛這個貼紙 我忘記我有沒有說了 反正它是180塊 然後邦尼的這個的話 它是一張40塊 它有40塊跟 稍微胖一點點的 就是其他種圖案的 是50塊 我覺得都很便宜 而且 它已經把邊都壓好了 我覺得很貼心 然後 40塊因為 我本來預期它可能也是要個80塊這樣 結果我就發現才40塊 我就覺得 嗯 可以囤貨 然後我就買了兩份 我其實本來想要買第三份 但想說算了 先這樣 因為那時候 邦尼是我很前幾間 就是大概第二間吧 就去逛的 然後 我就想說先把預算留給後面 其他間 還沒有看的 然後所以我就買了兩張 那 我跟邦尼總共就只有買這個貼紙而已 然後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它是有大一點點的 跟下面稍微小一點的 很可愛 然後還有之前它出的一些日付 它也是 把它們做成貼紙 我覺得那個也很值得買 然後邦尼的話 我有拿了一個這個 是它的 應該算明信片吧 或庫卡 我不太清楚 然後也是 上面有寫文博會 那我想說可以拿回來做紀念 或是貼手帳用 很可愛 再來 下一個是 樂意 也是最後一個 我其實真的買的東西 很少 樂意的話 它貼了一個 很可愛的 彩色的 露的貼紙在上面 然後 我是 也買了 兩個 貼紙 然後 它有送這個 明信片 它的明信片 我覺得很不馬虎欸 它說 就是 是之前好像也有在販售的樣子 這個我不太確定 但是我覺得它的明信片很棒 所以 它就有送這個明信片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 有點像 就是可以捆紙膠帶的那個 就是 可以當分裝片 或者是當小書籤什麼的 然後也是它畫的路 這個路很可愛 然後 還有它的名片 名片我覺得也 就是上面的圖案都很可愛 就是它的 名片 然後再來 我買了兩張貼紙 這次也是都買貼紙 然後 這個路啊 它也有出紙膠帶 然後 我記得是 兩公分 還是 2.5公分的樣子 我有點不太確定 然後是紙的那種 但是我真的懶得剪 然後我就想說 算了 就買貼紙 因為紙膠帶的話 上面的圖案 就稍微小一點點 然後我買了這個路 跟這個是 狐狸 這兩個我覺得都很可愛 然後 左邊的路的話 是60塊 因為它說是透明的 然後 右邊這個是50塊 然後 我其實 本來 就是以為這兩張都是60塊 然後後面結帳的時候 它說110 然後我才知道原來 不是透明的 這張有比較便宜一點 然後這兩個我都覺得很可愛 然後 就是這樣 全部 我這次都買貼紙 然後買的東西很少 然後這一份 是文博會的 展覽地圖 然後裡面就有一些 他們的店家的 清單 店家清單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在網路上也可以找得到 然後這是我第二年 參加文博會 然後 今年 就是 我覺得看到的攤位 跟去年 就是蠻大同小異的 但是 我這次買的東西 比上一次多蠻多的 雖然也沒有到特別多 但是跟去年比起來 我覺得是有比較多 然後 順便提一下 這個邦尼的紙袋 邦尼的紙袋 我覺得讚 就是很可愛這樣子 然後大小也很剛好 然後 背後我是有蓋 邦尼的印章 跟剛剛第一間這個 韓國插畫家 他們的印章 然後這是蓋失敗的 然後樂意的話 它有一個這個印章 是金色的 應該看得清楚 是金色的 很有質感 然後我也是把它 就直接蓋在紙袋上 因為我就是很 臨時 反正自己有空 然後就趕快 坐捷運到圓山去 所以我沒有帶 365或是什麼的 好的 那 今天的開箱很短 但是想說 星期天還有一天的文博會 就趕快開給大家看 大家如果 星期日有空的話 也可以去看看 有沒有自己喜歡的東西 好 那我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這裡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